一中天中华史 作者 一中天 播讲 夏秋年 第二卷 国家 第六章 闯他一回红灯 谁代表中国 没有证据证明 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 证据不足 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 他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 目的则是为了证明 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这当然有道理 问题是 如果没有夏 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 讲得通吗 当然讲不通 事实上 从史前的姚舜 到文明的殷商 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 叫不叫夏 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姚舜 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 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 恐怕也是自作多情 不但夏不是 商和州也不是 准确地说 夏是部落国家时代 商是部落国家联盟 州是半独立主权国家联盟 他们可以叫三代 不能叫三朝 真正的王朝 开始于秦 之前 则是漫长的成长期 夏是草创 商是探索 州是形成 进入西州以后 国家就是国家 不再是部落 为中华文明奠定基础和初步定型是西州 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然而 即便西州初年 也基本上只有城市国家 领土国家大量行程要到春秋 独立国家出现要到战国 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物 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 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具限制 夏商州 岂能是王朝 不是王朝 又是什么 三个民族 三个阶段 三种文明 三个代表 代表谁 中国 说起来 这也是一件奇特的事情 比如 夏商州 明明是三个不同部族主导的时代 却居然都是中国 袁明清 更清清楚楚是三个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 也居然都是中国 谁都是中国 谁都不能说 唯独自己是中国 更非谁想说自己是中国就可以是 然而只要是便成为中华文明和历史不可分割之整体的一部分 所以 诸夏固然是 入华的五湖也是 中华民族之所以屡经混血而文明如一 就因为全都有此认同 中国的概念是超越种族更超越政治的 那么这样一种中国又该是什么呢 最原始的意义当然是城市或中心城市 而且是天下或世界的中心 它在西州甚至具体的就是洛阳 因为周公迎建成州洛阳时 说了这样一句话 此天下之中 于是他们宅资中国 这是中国一词最早的出处 住在西州青铜器和尊的内地 明文全篇记录了成王时修建洛阳的史实 显然他们是把洛阳作为世界中心城市来建设的 因此建成以后便举行隆重的仪式 在那里安放了九鼎 九鼎也是中国的象征 据说是大禹治水成功后 用九州之铜铸造的 岂费善让 九鼎归了下 商汤灭下 九鼎归了商 武王伐咒 九鼎又归了州 秦并天下之后 这宝贝却下落不明 害得后来武则天只好山寨了一套 这很奇怪 似乎不能说九鼎并不存在 因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便曾在洛阳城外向周定王派来的史杰表示了对九鼎的浓厚兴趣 由此留下了问鼎中原的成语 可惜他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不但没能一睹真容 就连九鼎是一只还是九只都没弄清楚 那史杰说 关键在德而不在鼎 无德 有了鼎也没用 我们州虽然衰落 却还没到亡国亡天下的地步 九鼎的大小轻重 恐怕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问的 如此重要的东西 怎么会不见了呢 然而直到春秋战国 人们都相信有九鼎 也相信九鼎是从下传到商 再从商传到州的 这就等于用它为线索 把下商周串联起来了 他们也当然都是中国 是同一文明的创造和传承者 只不过那时的天下 还不是统一国家 因此他们不是中国的三个王朝 只能说是中国的三个代表 下商周成为三个代表 是因为他们无论纵向比较 还是横向比较 文明程度都是最高的 诸夏高于朱迪和朱腔 也高于当时还很弱小 甚至处于初级阶段的商族和州族 等到商的文明程度超过了下 代表权便理所当然也归了商 州的后发制人也一样 何况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 谁是江湖老大 大家就跟谁学 而综合国力最强的 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 他们对周边民族也会既武力征服 又和平演变 但只征服不消灭 商人的做法是先驱逐后同化 州人的做法则是先安顿再同化 总之所谓中国其实就是梯形台 先后取得了文化主导权的夏商州 都要粉末登场走猫步 担任中华文明的模特 给周边民族做榜样 不同的是风格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未经许可,不如将写性